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如果一个人 三魂七魄锦寸七一 肉身不灭就全屋之决 可有救治之王 有办法的 请 请前辈指教 他定然是你深爱之人吧 我曾见过有人施展还魂异术 将失去一魂三魄的男子救回 虽然你那位朋友的情况不尽相同 不过只要一魂尚在 就还有希望 前辈所言 莫非是十万大山的黑巫族 怎么 原来你知道黑巫族 我瞒千辈 十年来我无数次寻觅 却始终一无所获 所有人都告诉我 黑巫族 千年之前已然灭绝 千年前 当年遇到黑巫族时 是我被关前二百年 也就是说 至少五百年前 黑巫族还在呢 黑巫族 黑巫族 看在你助我脱困的份上 我且带你找找 多谢前辈 只要能救我这位朋友 将来无论何事 任凭吩咐 前辈 我看起來 有那麼老嗎 那 那我稱呼你什麼 既然你見過我的白狐真身 你就叫我 小白吧 小 白 對了 這隻猴子叫什麼名字 該不會就叫三眼靈猴吧 哦 它是我小時候收養的 叫小暉 我們果然有緣 你叫小暉 我叫小白哦 嗯 既然來了 何不獻身 公子倒是找了個好地方藏身啊 姑娘能找到此地 也當真好手段 哪比得上公子啊 一出手就繳得焚香谷天翻地覆 火山噴發本是天地自然之事 與我何干 不知姑娘 此番有何發現 我也一無所惑 昨晚是他們自家弟子在嘲鬧 至於那些愚人 真是忙無頭緒 這位姐姐好生美麗 怎麼此前從未見過 唉 往昔聽聞公子和碧瑶小姐痴情絕滅 一個舍身擋箭魂飛魄散 一個叛青雲入聖將 駐鬼王宗主征伐四方 更在這十年之中 不顧凶险深入十萬大山 找尋一至碧瑶小姐之法 如此種種 怎不叫天下女子 為之親憲 只是來依序國 往事已矣 公子重得涼藕 倒是要恭喜了 哪日我當親自上胡其山 向鬼王宗主 道賀一番才是